娱乐通天下娱乐乐翻天 欢迎来到Top最娱乐 我是小瑞千等万等 总算等来啦 拜托了冰箱第七季的开播 这季邀约了许多大牌明星参与 例如赵丽颖和吴磊 也有高清晨和刘章等偶像 只不过时方式有一些不一样 新一季增加了许多 室外摄像镜头不用说 大伙也不是坐着桌子上谈古论金 只是增加了非常多的游戏阶段 大伙能够歌唱打游戏 氛围更轻轻松松 各位看的也是非常上头 而谈起综艺节目最亮的仔 当属赵丽颖不得不承认 就算早就是小孩母亲 但银宝这甜戏美少女 因为却分毫未见 随便一笑全是甜诈评的节奏感 和无垒连击进入游戏后 赵丽颖就逐渐宛如资金投入 当场面生畅日不落 慢热型的银宝 等真正融进到游戏里面后 他确实还可以称作分为邦丹 鬼哭老豪的模样却是好吗 前不久 无垒在宣传策划拜托了冰箱时 他直言 痊愈人的内心的综艺节目气氛极其 让人垂涎三尺的特色美食 是综艺节目两大特点 并且还可以学得许多的烹制小窍门 因此最后可以获得大伙的认同 但是谈起综艺节目中 要我眼前一亮的当属赵丽颖 全部人的气场很好 能呈现最真正的自身 哈哈哈哈 接着 无垒表露 之前在视频录制综艺节目的情况下 我还问丽颖小姐姐 为什么会参与拜托了冰箱期 对于此事 大伙也是好奇心 而无垒吐槽道 赵丽颖说便是恰好时间有时间 也是精英团队非常好 自然最重要的是 能够在综艺节目学的各种美食小窍门 下一次和微信朋友圈的小柴猫聚会的情况下 还可以露一首 哈哈哈哈 这回应也是令人笑翻 毫无疑问 赵丽颖是个很顽强的女生 她在心态最少落的情况下 还接了这一综艺节目 认真工作 见到大家都那么照料赵丽颖 也衷心祝福赵丽颖能够有着更强的将来 不论是工作或是情感 除此之外 赵丽颖离婚后 综艺首秀也成了焦点 有的观众觉得赵丽颖状态不佳 笑容很勉强 也有观众觉得赵丽颖本身性格慢热 当天处于一大群不熟悉的人中 她有些无所适从也纯属情理之中 值得注意的是 赵丽颖结婚之前 她曾在真人秀中说过喜欢何炯 两人还传过绯闻 直到赵丽颖与冯绍峰结婚后 她与何炯的联系才少了 这次赵丽颖在刚官宣离婚消息后直接 加盟了何炯主持的拜托了冰箱 可见她内心是非常信任何炯的 但通过观察可以发现 拜托了七首期是分组对抗 何炯并没有为了照顾赵丽颖而与其组队 反而是两位主人何炯 王嘉尔一队 赵丽颖和吴磊两位嘉宾一队 不得不说 这个组队实力不够平均 正常来说应该是两位常驻 分别带一位嘉宾更加合理 正常来说 赵丽颖或多或少是冲着何炯加盟拜托了的 两人关系又好 为什么不同队呢 不是为了避险 背后蕴含了何炯的待可之道 非常暖心 首先 赵丽颖是官宣离婚消息后几天 就参加了拜托了录制 正值敏感期 吴磊以及王嘉尔当天也全程在逗赵丽颖开心 何炯还是非常懂赵丽颖的 维婉表示赵丽颖的心理承受能力很强大 不管遇到什么事都非常冷静 前后没有什么变化 按照节目规则 当天他们将组队玩游戏争夺食材 并且晚餐只能吃他们抢到的食材做成的美食 何炯 王嘉尔整期只抢到了一袋火锅料和绿豆 反观赵丽颖 吴磊抢到的食材则很丰富 让两位客人都能享用美食 或许这才是何炯不与赵丽颖组队的真正原因吧 确实不管是赵丽颖还是吴磊都是客人 如果何炯王嘉尔一人带一个则绝对会有一人吃的不好 只有如此组队才能保障两位客人的体验感 从另一个角度看 何炯考虑事情也是珍周到 连这个都想到了 一切以朋友为先 细节体现了何炯的待客之道 也是他好人缘的根本原因 最后 拜托了冰箱作为一道网综 却能每季邀请到最当红的明星参加 其中何炯功不可没 所谓真心才能换来真心 何炯处处为朋友考虑 也难怪会有如此多明星朋友来捧场了 你们觉得呢 本期节目就先到这儿 咱们下期再见 大家觉得还行的话 帮忙在头像旁边点个订阅 点个赞 支持一下吧 谢谢大家